歡迎回到海阿琳德文不正經教學 今天學什麼呢? 今天學什麼呢? 我們今天學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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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onogin的中文就是 占星學 所以大家很清楚我們今天要學 跟星座有關的單字喔 在每個地方每個人都有喜歡討論的話題 而身為台灣人我們最喜歡討論的就是 星座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星座開始啦 你是在約會的時候 都很想要知道對方是什麼星座 但不知道怎麼問呢? 沒關係 我今天就教你怎麼問對方的星座 就是星座的意思喔 那還有什麼也是星座的意思 但你可能比較小聽的 那就是 你也可以說 那就是問對方的星座是什麼啦 好啦 那我們總共有十二星座 今天我就告訴你們 這些十二星座怎麼講囉 我們就從 牡羊座 最火爆的牡羊座開始 Der Vida 就是牡羊座 那接下來是金牛座雙子座 第四星座 就是金牛座的意思 又摳 又小奇的金牛座是 是 庄子座 接下來是 巨蟹座 是 其實德文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喔 就是 癌症的意思 所以你把它記得 在講 的時候 你一定要就是去講 喔你在討論星座喔 那接下來就是 The Liver The Liver 就是獅子座 那還有 處女座就是 Jung Frau Jung Frau 除了是處女座 還有真正的處女的意思喔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如果有人說 那你可能要問一下 他是哪一種 Jung Frau喔 接下來就是 天秤座 跟射手座 天秤座的德文是 Vage Vage 除了天秤座的意思 還有什麼意思呢 它還有棒秤的意思 所以你要問人家 欸你家有沒有棒秤 就可以說 Hast du an der Vage zu Hause 那接下來就是 天蠍座最恐怖 又是最毒的星座之一啊 Scopion The Scorpion 就是天蠍座啦 那活潑大方開朗的是 射手座 The Schutzer The Schutzer 就是射手座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 Steinburg 摩羯座 Vaterman 水瓶座 還有 Fisher Diffisher 雙魚座 那十二星座就到這裡了 我們台灣人最喜歡 約會的時候 就馬上知道 那個人是什麼星座 有時候你又很怕尷尬 馬上讓對方知道 原來你是一個迷信的人 這個時候我會怎麼問呢 我不會問人家的星座 我會問說 欸 Van hast du gebootstag gebootstag 就是生日 那你什麼時候生日 就是 Van hast du gebootstag 這樣有沒有這麼明顯 你先問他是幾號生的嘛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星座是什麼了 所以大家就不會想說 喔 你是一個迷信的人 因為德國人對於這種迷信的人 特別有戒心 這個時候呢 他會說 你幹嘛想要知道 你就說 喔 我只是好奇啦 那我只是好奇 我會怎麼講 我會說 啊 我告訴你啊 我只是好奇而已 問一下 問一下嘛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一個人不是只能分成十二星座 所以還有什麼 月亮星座 星星星座 blablabla 諸如此類 那你要跟別人講說 欸 我的月亮星座是在摩羯座 要怎麼講 Mund im Sternzeichen Steinbock 這就是 喔 我的月亮 是在摩羯座 你也可以把 im Sternzeichen Steinbock einfach weg machen 你可以直接省略掉 Sternzeichen 你可以直接說 Mund im Steinbock 這個也是可以的喔 好了 那我這邊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問 Cyco Wilche Sternzeichen bist du 蛤 蛤 他是雙子座 Ich bin zwillinger Ich bin zwillinger 就是我是雙子座的意思 那大家 這次星座 智慧有沒有問題啊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Hearlin 或是問Hearlin 那就 下次見啦 Bye Bye 那大家猜猜看 Hearlin是什麼呢 我是什麼星座的呢 蕭博座 Ispin sich ja kandiofrao 我絕對不會是處女座 蛤